儿童乐园的旋转木马出现在台北国际书展 是独立出版联盟与NGO团体打造的独自乐园 来到文学书区走大的人选之文 要带民政揭晓文学幕僚们的心谢 文化部长使者抢先开箱今年的台北国际书展 而主题国也是一大亮点 台北国际书展今年以荷兰为主题 可以看到现场把荷兰的地景通通搬了过来 而里头将会打造成三个空间 分别是过去现在还有未来 想吃重礼就会打造成儿童友善空间 恰逢台湾荷兰文化相遇400年 现场展出过去历史现代文学 以及代表未来的儿童绘本 甚至搬出17世纪的战船模型以及古地图 另一边有基金会打造游乐城堡 将日本童书大师五位太郎的经典作品 像是小金鱼逃走了通通实体化 业者说童书在疫情期间卖得很好 目前销量平平 反而是桌游逆势成长一成以上 在2016年有邀请他 那相隔了12年 我们这次又再度的邀请一位太郎来台 满足台湾所有的粉丝 确认 我们的伙伴我想要带着条魔龙 点点荧幕输入选项 来到数位主题馆 没有任何的实体书 靠着AI替民众打造专属的故事 还会分析个人形象生成封面照片 从内容到书本外观都是独一无二 直接透过一个体验之后 就可以生成专属于自己的冒险故事 它会真的上架到真实存在的电子书城 我们预计可能至少会有5000人以上 来完成自己的电子书 我想这次台北国际书展有一个非常独特之处 就是入场的门票全额抵用购书 之外在文化成年理性的部分 我们鼓励年轻朋友进场 来看看台北国际书展为自己买一本不是课本的书 文化部也好康大放送 购票入场可以拿到与门票同额的消费抵用金 至于16岁到22岁的青年 秀出文化比APP还能向免费入场 部长喊出目标今年能突破去年的50万人潮 每日新闻聊天宫和台北彩虹报导